跟他每三水里红金会的指定会计来订阅 会计开没是当中 管理王张良和王红邦尼 本本正是鬼灭之刃的探制人和米豆子 选择水里这些山下的指定会计正式来开乐 并且在大区的指定会像头前来习乡 中原动漫鬼灭之刃指定会的前段位民 那这次我们也特别请了我们的王红邦尼 那扮演米豆子 鬼灭之刃 那一起来行销我们瑞里的指灯话剧 拿来这个地方 那不只有指灯话 还有好的民宿 还有我们的咖啡 还有我们的茶 还有我们非常亲切的嘉义的人情味 所以只有三周的时间 大家要把握机会 来我们的瑞里 来山区 就代表的是一种身心灵的解放 来这边让自己轻松一下 来看指灯话 来喝茶 来喝咖啡 来住这边最好的民宿 我们欢迎大家一起来欣赏 指灯话剧 没前部分的民宿指灯话已经大开 消费店从15厨前到26厨 有客队到16厨管道 带着牵涉到6万大开的指灯话 来到这边还有开几划定的2D梦幻指灯碑 一秒就让有客变身王子的主角 要打开民众 趁忙忙找过 新北市来 就是一路来 市场要旅游 进来就看到这边景点 要上网去看看这个景点不错 就我们昨晚就来住这边 然后特别的这边的山特别的高 空隙又好又很美这样子 非常的很喜欢 看了之后到这里心情又很好 那指灯花呢 其实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过去可能我们大家没有注意到 但是现在把它整个的汇整起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的创生的能力 那今天来参加的 我也看到很多都是年轻人 他们告诉我们 他们都是第二代回到自己的家乡 这也表示说 我们的年轻人都认同这块土地 而且要从土地出发 把这个土地跟社区跟我们人的 这个最大的生命力 能够展现在各地 然后让我们有一个比较舒适 而且幸福的生活 达会来由吉林辉 机械浪漫的艺乡 小谷又用跌楼花 丢着机械的饮料 又可以来这 可以喝点喝点的歌手 隔壁咖啤 并且感受到当地清澈的人情味 让心心灵 可以好好地放山享受一下 既然欢迎各位观 采用报道